哈囉大家好 夢天終於更新完了 那今天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這個 新的一個活動 新的一個網頁的活動 好像是Rockcamp 應援 那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究竟要怎麼 怎麼去 就是究竟送了哪些獎益啊 以及究竟要接哪些任務 那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裡有一個 棒球大應援週年活動 這個它有一個活動網址 點下去就可以來進行這個活動 它的時間是5月21號到8月27號 其實相當久 那我們就點進去 它是以 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 它是以網頁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說 所以說就是 就只用網頁的方式 這樣 所以說它遊戲裡面是不會有的 所以你一定要點 點擊到網頁 可能進來這個應援活動 那這就是有個棒球大應援爭霸戰 它就是可以 選定一個隊伍 那因為我是 我這個 這個帳號是熱田桃園 那我們就是選這個熱田桃園 當作我們的 隊伍 那我已經先選了 所以就 直接開始 那個立體加入藝人 那點下去以後就是 以FB帳號就選了 那我們這裡就等一下這個 FB的帳號 這邊先暫停一下 這邊先暫停一下 OK好 那我們 燈進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我球團的 名稱嘛 然後應援數量 然後 突然應援排名是第二名 對應援是193 就拿到200枚 應援代帝 那我們這邊就是還有 分為什麼 應援榜啊 販賣部 獎金內容 成就任務和活動說明 那我們這邊就是 呃 稍微先看一下活動說明 還有講一下就是 活動期間啊 報名以後可以拿到幾分 那熱人賽的話 擅長數獲得的 升量就是 熱人賽是 一場就是一個升量 那新人也是營業 也是一名 那再來是這個 職業明星是二 世界級是三 特殊是五 這以我建議啦 我個人建議是 如果你有能力可以打世界級 那你就是直接打世界級 比較快 因為你世界級打了三個以後 你是可以拿到 就是可以去挑戰的是特殊 特殊是 你世界是五 所以說如果你能打過世界級 那 建議是以打世界級為主 那再來是我們看這個 成就任務 成就任務第一個啊 就是 這個禮品來電 這個就是 你只要打你的手機電話號碼 然後去 變相去驗證吧 然後就打過去 就是 輸入你的手機電話號碼 那就可以擠完這個任務 然後再來是這個 完成季賽五十場 可以拿到這個 應援代幣十啊 計賽一百場啊 兩百五十場啊 兩百五十場啊 五百場 可以拿到這個 應援代幣 那我們再來看就是 這個應援代幣 究竟有什麼功用 可以換哪些的 東西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就看販賣部的部分 那販賣部的部分 那販賣部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就是 那七百五十代幣可以換國家選手 國家隊選手包 然後再來五百代幣是最佳死人 一百六十代幣是 S級裝備包 你知道嗎 然後一百代幣是 裝備值的 十合一的 然後再來一百也是 可以換 SS級藥水 然後再來一元金幣包 然後今天大補鐵 都一直用 其實是蠻 我覺得是蠻 蠻普通的東西啦 那 對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 收手 收手而已啦 不過就是你還是可以 打到嗎 多多益善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活動結束的一個 我們再來看這個 就是 活動結束的一個 一個 我們重新點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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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結束這個獎勵內容 我們看一下就是 應援榜 排名獎勵可以拿到八百賺 然後第二名五百賺 第三名是三百賺 第四名是四百賺 然後這個 填選 各隊應援排行榜 排名就是一到一百是 SS集炫藥水 然後應援金幣包 然後這個應援毛巾 我不確定是真實實體的 應該是實體的吧 遊戲裡面應該不會有什麼毛巾之類的 那其他的 就是 送的一樣是送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東西啦 那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大概對新的活動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歡迎在影片下方進行留言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可以按個讚 然後按個訂閱 可以開個小鈴鐺 這樣才能收到集市的訪問通知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